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千层蛋糕 首先把牛奶倒入一盒 然后把低筋面粉、糖粉和粟粉 将它们过篮 用手动打蛋器将它们搅匀 在第二个碗中将三只鸡蛋打散 然后将三只鸡蛋加入我们刚刚做好的面糊 将它们混合在一起 下一个步骤就是要将牛油和面糊拌均 所以将两至三汤匙的面糊加入牛油 拌均匀 然后再倒入面糊 将面糊过篮 然后放入冰箱大概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便可以开始煎 我就用平底锅开中火煎 最好先搅一点油 将面糊倒入后便快速转动 当你看到表面起泡泡 当你看到表面起泡泡时 便可以将它们反到另一边煮 大概30至40秒便完成 现在再展示一次给大家看 这个食谱大概可以做到15至20块的饼皮 煎完就可以把它放冰 我就打发了250ml的cream 然后我就选择了加入红豆蓉 大家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口味 芒果和士多啤梨都可以的 将鲜奶油和红豆蓉拌均匀 红豆蓉的份量都可以自己调调的 Pancake摊凉后便可以选择切走那些边边 如果不切都没什么问题的 切就是为了漂亮一点 我们就可以把Pancake铺上鲜奶油 然后再一路重复这些动作 直到所有Pancake都铺上去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但我想大家都明白我所说的 其实做这个千层蛋糕也要很有耐性 放上最后一块Pancake之后 就要放入冰箱冷写至少1个小时 最后灑上绿茶粉和装饰一下 这样就可以吃得了 所有材料和份量都可以在下面info box找到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次的分享 我们在Facebook和Instagram见 拜拜